政定南國 OK 然後我們是要從 就說民主治固有沒有什麼道德上的理據 讓我們偏好民主制度而不是其他制度 所以這邊主要我們是要從規範性的面向來討論 就是看是不是比較有價值 然後我們有什麼理由接受民主制度 是從這個方向來看 所以我們不是描述性的 譬如說描述哪個國家的民主制度怎麼樣 這個是主要可能是政治學的討論 我們這邊要討論的只是是從道德的角度 民主制度是不是比較有價值 然後有什麼道德理由我們要接受民主制度 因此這個是政治哲學裡面的一個問題 那你們都有聽過英國的前首相 Winstein Churchill 有一個職業家Churchill人 我常常會弄錯 邱吉爾 他有說過一個話 就是說 我是把他的英文摘在這裡 不過你們都知道他剛才講的意思是說 民主制度是到今天為止我們試驗過的 政治制度裡面 政府制度裡面最不糟糕的一個 是最不糟糕 某個意義上 如果說你要用絕對極 對不對 相對極來講他可能是比較好一點 可是如果說你要說以絕對的標準來講 比較完美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們不會說他是好的制度 我們可能只是說他是最不糟糕的制度 如果根據他的看法似乎是這樣 那一般我們在談民主的時候 都是把他放在國家的層次來談 可是其實民主制度這個想法 這個概念不一定只能用在國家 你也可以用在 例如說我們一個班級 或是說一個學校裡面 對不對 或是公司行號 其實他也或是家庭裡面對不對 其實他也可以用民主制度 來決定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們第一小節是要談民主的定義 我們簡單的就是把它說成是 民主是一個為一個群體 來做決策的方法 然後在這個群體裡面 參與決策的都是平等的 OK 那我們有四個更小一點的點 來刻劃什麼叫做民主 第一個就是說 你民主方法所決定的 是為群體所做的決定 你不是說我們大家來決定 要把某個人的財產充公對不對 不是 我們不是針對某個人 然後好像多數暴力 大家決定要對他怎麼樣 而是你要為整個群體做一個 譬如說決策 OK 而不是針對特定個人 這個感覺起來不是那麼容易講 但是你們剛剛可以聊幾樣一個意思 那個是對一個群體做 譬如說我們現在要去 假設要去郊遊 我們到底要去A還是要去B 這個地方 就像這樣一個事物 我們來討論對不對 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說是為群體而做個決定 然後第二點就是 我們這邊所說的民主 你可以用在家庭或是一些組織 公司 一直叫國家 甚至叫國際的組織也可以 所以我們這邊沒有憲定 已經應用在什麼地方 第三點就是說 我們在講民主 民主這個詞到後來已經變成是一個口號 就說它是一個好的東西 大家又要 大家最討厭變成講不民主 然後大家又要自我標榜 我們是很民主的 所以民主這個詞變成是一個 有評價性的語言 它是起一種好的制度 但是我們在這邊 我們希望把它用中性的定義 我們只是說這是一種決策模式 至於它是不是好還是壞 我們暫且不論 因為你知道 就是在我們日常生活語言裡面 很多詞慢慢的都會感染評價性的那種色彩進去 例如說科學這個詞 科學這個詞其實就指一些研究 一些學科 可是到後來 科學這個詞也蓋有評價性 而且是好的 例如說 剛剛有人說我這個產品 是根據科學方法做出來的 你就會覺得這個產品很棒 對不對 好像大家也都喜歡科學這個詞 然後也會自我標榜 我的產品是有科學的方式做出來 對不對 然後例如說每個學科都想要成為科學 因為成為科學好像是一件好事 所以科學這個詞就變成帶有評價性的 那種色彩 是正面的評價性的色彩 可是科學這個詞其實也是可以是中性的意義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民主這個詞我們用中性的意義來談 先不要去管它好或壞 好或壞是我們接下來要來評價的 要來評估的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在定義民主的時候 沒有加入評價的面向進去 第四點就是說我們剛剛說 在民主制度裡面的決策模式裡面 參與者都是平等的 對不對 可是這邊的平等是哪一種平等 他沒有仔細講 他故意讓它模糊 讓它有個空間可以來爭論 例如說有一種說法是一人一票 票票等值 這樣就是一種平等 可是這可能是很形式性的平等 所以有人想要希望是更有實質意義的平等 有沒有辦法讓平等更實質一點 有沒有可能 例如說 例如說我們在我們的民主制度裡面 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它更平等一點 我們都知道就是一人一票 這是很形式的平等 可是這似乎是很基本的平等 今天我們接受是很基本的 當然可能在五、六十年前 甚至更早以前就不一定 以前的話是例如說在美國來講 例如說婦女是沒有投票權 甚至一些少數族裔或黑人是沒有投票權 所以我們例如說像美國一直到今天 他是一人一票 這已經是漫長的那個奮鬥格來的成果了 可是也許我們還覺得不夠 OK 那例如有什麼做法 可以讓它更平等一點 有沒有想到什麼做法 例如說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例如說我們在立法院裡面 我們會為原住民特別設一個席位 對不對 然後例如說金門馬祖 他人口很少 可是我們也給他設一席 像有人就會說這個就是你要照顧弱勢 所以就這個意義上來講 他是比較實質的平等 否則的話他們的權益很容易被犧牲掉 因為他們在國會裡就沒有代表 所以這種情況也是一種 要讓他更實質平等一點 所以你會有保護 例如說婦女保障名額 如果你有幾個人在一個選區裡選 然後假設要選四個 然後假設第五名是一個女生 前四名都是男生 那有一個可能就是 這個女生 第五名的女生 會擠掉這個第四名的男生 因為他有保障名額之類的 可能會有這種情況 那個也是一種想要達到 比較實質平等的一種做法 OK 因為你要能夠進入立法院 或進入國會來進行討論 你才真的有代表 就是說有發言權 所以我猜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來談 更實質意義的平等 所以我們這一講主要要談 在我們剛剛說完這四種刻畫 對不對 這四點來刻畫民主之後 我們就是要來談 民主這個告格基礎到底是什麼 有沒有什麼告格上的依據 好 那這個我們就接下來談 第一種做法很簡單 就是我們把民主制度 剛成一種工具 然後來評估這個工具好還是壞 如果這個工具能夠帶來好的價值 能夠促進好的後果 那我們就接受它 如果說發現民主制度 它帶來不好的後果 然後甚至有其他更好的制度 那我們就放棄民主 所以我們單純從工具的角度 來談民主制度 那這一般來講是屬於後果論的做法 我們要評估一個政策 或是一個理論 一個做法是不是好的 就是說是不是應該可被接受的 我們就是從它會帶來什麼後果 來評估 那這種都是屬於後果論的做法 一般在我們在評估政策的時候 這是非常重要的 評估一個制度 有時候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考慮 所以在民主制度更確切的一個執行方式 我們知道就是說有幾種 一個是說選出行政首長 用選舉的方式選出行政首長 或是蓋議士像國會議員、市議員什麼的 這個是選人把人選出來 另外一種是說 例如說立法院他通過一個法案 那公民可以去複決這個法案 就看我們要不要接受 立法院通過這個法案之類 這也是一種民主制度的一種做法 另外一種是公投 就是說公民直接連署 要成立什麼法案 要立什麼法案之類 然後他就連署然後提交 然後再進行公投 來看要不要通過這個法案 或是一個政策 或是政策的方向等等 所以這些普選、複決、還有公投 這些都是民主的一種制度裡面的一些做法 那接下來這個我們是知道的 那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不會去談普選 那個概異政治 概異政治也是一個大問題 就是說在民主制度裡面 人那麼多、公民那麼多 你不可能大家都來決策 大家都參與決策 你一定要選一些代表的人物出來決策 可是你要怎麼選 那這些人如果沒有代表你的意見說話的話 應該怎麼樣處理 這個也是很大的一個議題 可是我們今天就沒有討論 這個是要先說 那公投這個我們也沒討論 公投牽涉到議題也是很多 這個所以我們也都沒有討論 我們今天討論的很簡單的說法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很簡單的議題 只是說 在民主制度裡面 參與決策的這些公民 到底有沒有那個能力 來擔負這個責任 OK 我們等一下會討論的主要是這個問題 不過我們接下來先來談 民主的工具性的利益 就是說民主制度呢 它能帶來什麼好處 它做一種工具 那Mill這個哲學家 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他非常的強調或是堅持鼓吹民主 還有人權 OK 那他認為說民主的這種做法呢 有三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是說 在民主的立法的制度底下 立法者被迫要去考慮到社會上 大多數人的利益 權利跟意見 因為如果這些立法者或這些政治人物 他沒有考慮到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意見 或是他選區的選民的意見 那他當然可能就選不上 所以他為了要獲得選票 他當然要去考慮到他的選民的需求 所以這個我們知道 所以立法者必須要去考慮到 他個選民的想法 然後這個有一個印度的經濟學家 Amakya Sen OK 他曾經指出一點就是說 就從歷史上來看 我不曉得我沒有去真正去研究過 那根據他的說法是說 沒有嚴重的飢荒曾經發生在 擁有民主形式的政府 還有新聞媒體相對的自由的獨立國家裡面 因為他認為說 你在一個民主制度裡面有多黨競爭 這樣的民主制度裡 然後新聞報導自由的國家裡面 政治人物必須要去回應窮人的要求 他有這個動機 而且他也非這樣做不可 那例如說有一個相當有名的例子就是說 中國在1959到1961那三年 發生了所謂的三年自然農害 他說是自然的天災 可是有一些人去研究發現 那可能不是完全是天災 而是因為就是說這個毛澤東他這個政府 進行一些政治運動還有執行一些政策 所以全國的糧食有點短缺 結果又發生了天災使得這個糧食短缺更嚴重 所以就造成大規模的飢荒 那聽說他們估計可能有2700萬人非正常死亡 甚至有人膨脹到兩倍 就是5000萬人死亡 OK 那其他當然還有其他的例子 所以這個是一個民主制度的好處 例如像在台灣 你只要哪邊有災害 那個SNG車就飛奔而去 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連線報導 所以你政治人物不回應也不行 對不對 SNG車去了之後報導回來 就會有另外一群記者去賭官員 你覺得怎麼樣 OK 那你官員能不回答嗎 你能不回應嗎 沒辦法 你如果不回應或是做錯回應 那第二天輿論就開始罵了 寫社論的寫什麼評論的就開始罵了 所以這些這個有一個民主制度 至少我們大家都知道有這樣一個好處 然後第二格就是說 民主制度可以讓更多人參與決策的進行 像在民主制度裡面往往你要制定一個政策 你往往要進行公訓會 你要各處去開公訓會 聽取大家的意見 這可能是很情緒性的 可是它也有可能是有實質意義 有實質的效用 如果說到處都碰到反對聲浪 那很可能這個執政者也不敢一意孤行 所以有更多人會參與決策 而不會是黑箱作業 例如說幾個政黨領袖 或是執政黨的幾個意見領袖 大家瞧瞧對不對 然後就通過法案 不會有這種情況 比較不會啦 也不能說完全不會 然後 對 這是我們大家也都同意這一點 然後第三點好處就是說 民主制度可以改善公民的性格 為什麼呢 因為每個人都要投票的情況下 你會去考慮到底要投給誰 至少你不會覺得人家跟我無關 你有可能會去看一下選舉公報 對不對 看一下這個候選人他們的政見如何 他們是什麼樣的生平背景 你會去考慮然後去投票 所以他至少有這個好處就是 你有可能可以好好的去思考 然後去了解 因為你的投票 你的選舉的這個票 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利益 你會覺得說 我是在有參與這個社會決策 整個政治決策 至少你有這個機會 如果你透過這個模式 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也會去想這些問題 然後甚至你會認為說 我是一個重要的人 因為我有一個選票 OK 我有這個重要性 這個票是我有權力可以投 然後可以參與決策 在這樣的民主社會裡面 個人就會覺得他有一個自主性 然後他也會比較願意為公益來思考 這個是很理想化的情況 可是我們會往這個方向去提升 例如說你在參與決策的時候 你也會要去傾聽別人的意見 別人也有他發言的權利 然後你可能會跟人家爭辯 所以你要聽人家意見 然後你要辯護自己的立場 甚至如果大家感到共識 你也要幫對方想 所以這個是一個好的一種對話的倫理 或是對話的方式 會慢慢的建議起來 所以簡單的說就是民主決策的過程 傾向於能夠提高參與者的自律 自主、理性還有道德 你比較不會自私自利 你會去用比較公眾利益的角度去想問題 這個是Mill他提出來的三點好處 民主制度的好處 作為一個工具 他能帶來的好處是這些 可是同樣的有一些哲學家 他卻認為民主制度會帶來不好的後果 那我等一下要問各位同學 你同意誰 就說民主制度會帶來一些好處 民主制度好像也帶來一些壞處 讓你同意哪一邊 有什麼意見嗎 沒關係 等一下可以再講 我等一下會問大家 我們先來看這個民主制度不好的後果 古希臘的哲學家柏拉圖 他曾經說過 他曾經論證他比較不喜歡民主制度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認為說民主制度 傾向於會去排除掉那些 有真正的治國能力的專才 然後那些善於話眾取寵 善於選舉的人 舌燦蓮花 然後很容易說服別人的人 很容易呢 就捲起一股蜂巢 然後南瓜很勾個選票 然後就掌握權力 然後真正有能力治國的人 反而會被排除在外 這個是柏拉圖的看法 也就是說那些真正有能力治國的專家 沒有機會拿到權力 反而是那些外行人 他只會做表面功夫的人 會拿到權力 這個是主要是柏拉圖的想法 我們最後一節會把柏拉圖的那些想法 再拿出來做更仔細的討論 這邊只是簡單的說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柏拉圖認為說 畢竟大部分的人都沒有足夠的知識跟能力 可以去判斷說 到底政治上那些困難的議題該如何解決 哪一個政策是比較好 那個牽涉到非常專業的評估 大部分人其實都沒有這樣的知識 跟能力來做評價 所以一個政治人物 剛他要想要贏格選舉 想要格好選票 他沒有辦法跟大家說那些困難的議題 因為講那些困難的議題 大家就想睡覺 所以你一定要講一些煽情的語言 或是用一些有利的訴求 最好能夠找一個slogan Yes, we can 對不對 Change 對不對 不是零錢 OK 所以就是說 你為了要能夠讓 卷起風潮 讓大家能夠可以接受 你就會用一些比較簡單的方式 甚至要靠媒體包裝 用一些比較表面的方式來得到選票 所以政治人物可能要去迎合一些流行的對錯觀念 OK 所以他沒有辦法不見得能堅持己見 對他不見得能堅持 他必須要某個意義上就是接受流行的看法 或是迎合流行的見解 那這個對柏拉圖來講是很不能接受的 OK 因為你們知道大家一般來講是認為說 柏拉圖會對民主自顧有這麼 這麼樣的反感 可能一個原因就是蘇格拉圖他老師 就是因為雅典的時候 那個民主政體 民主政治的時候 他們投票把蘇格拉圖判死刑 但蘇格拉圖不跑 他可以逃跑 可是他不逃跑 他可以付錢來贖回他的生命 可是他也不付 那所以他就死了 然後這個柏拉圖可能就是因為跟這個有關 他覺得這些民主制度會產生暴民同志 就是一群沒有理性的人掌握權力這樣 這我們等一下還會再仔細的來討論柏拉圖的看法 所以這是第一點 就是柏拉圖認為 民主制度會使得專家沒有辦法治國 而非專家往往容易掌握權力 那這個對整個國家來講是不好的 所以帶來不好的後果 接下來我們看到老朋友霍布斯 霍布斯英國哲學家 他認為說民主制度是比較不好的 或不是他主張一種極權的恐制 那為什麼他認為民主制度不好呢 他認為說個別的公民甚至政治人物 他傾向於對於立法的品質沒有責任感 然後對決策的結果感到冷漠跟無所謂 大家都覺得事不關己 然後政治人物他目的只是要掌握權力 那公民只關心自己的利益 不關心大眾的利益 所以事實上就是說公民不關心政治 他做自己的事也不願意去投票 也不願意去進行政策辯論 那所以政治人物很可能就 可以用一些方法來迎合公民 那可能就會有辦法得到更多一個選票 因為在霍布斯的看法裡 人都是自私自利 只關心自己利益 所以其實這些個人沒有動機 要去為公眾的利益設想 他只照顧他自己的利益 所以他沒有動機 就是說給定他的這個設定 人都是自私自利的 那人自然就沒有動機去關心公眾利益 那個政治人物也一樣 他真正關心的是他的權位 他有沒有拿到權利 那個法案 那個政策是不是好的政策 他根本不管 他可能是短式的 就是說我這個政策可以 在我任期內有一定的效果 就算了就可以了 後面怎麼樣我不管 所以他這邊還有一種做法就是說 政治人物可以藉由劃分派系 還有切分出特定的群體 譬如說A群體 B群體 C群體 他就個別去融絡給他一些田投 或是給他一些政策買票 政策買票是很奇怪的詞 不過在台灣大家常常這樣講 你就是釋放力多的政策 然後你見到A 商人團體你就說 我們會降低營業稅 然後面對消費者我就說 我現在面對消費者的話 我是希望讓他能夠互相衝突 面對商人他會說我要降低營業稅 然後面對消費者我會說我要降低消費稅 然後反正到處減稅 然後國家稅收不足就先不管了 這是一種情況 說他損害是國家的長期利益 可是他不管那麼多 他短期的 讓大家每個客廳的群體聽得爽 對不對 他就票投給你 他只要短期利益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是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然後兩句話衝突 可是兩邊的人都不知道 假設這樣 那他就切割選民 然後分別給他們想聽的訴求 即使互相衝突也不管 那他就很有可能可以 而拿到勾勾的選票 這都是政治人物可能會使用的策略 然後掌握權力之後 政治人物你要知道 就在霍布斯的想法裡 人都是自私自利的 所以 政治人物拿到權力之後 他會為自己的利益來追求 他會想要追求自己的利益 為自己的利益服務 或是說 為自己特定的群體 或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派系 來服務 所以呢 代價是全體公民 大家要承受 可是得到好處的是少數人 例如說 我們舉一些例子 例如在台灣有什麼樣的情況呢 例如說政治人物喜歡跑紅白鐵 對不對 要簽人際關係 可是跑紅白鐵 對政策或是對國家有什麼好處嗎 沒有嘛 他只是經營他人際網絡 可是我們會覺得怎麼樣 例如說我們有一些婚禮或商禮 有政治人物來 我們會覺得很榮幸 至少有一些人會覺得很榮幸 哇這個立法委員來到我的場子 來說幾句祝賀的話 我覺得很榮幸 有官來嘛 那如果有人請到市長或縣長 那就更了不起了 對不對 如果不行的話 秘書長也可以 OK 可是你跑這些 為什麼要跑這個 因為跑這個有票嘛 人家會覺得說 例如說台灣有一些家人會覺得說 人家我們有這些事情他給我來 然後還給紅包或是白包這樣 那我這次口票不口嘮不好意思 那他就有用 或是說比較認識這個人 其他人都沒有來 就只有他來 那我幹嘛票口給他 有這種情況 另外一個就是公家資源 是他可以掌握的預算或掌握的錢 他就分給私人團體 去籠絡這些人 這也是一種做法 然後例如說 中產階級可能有一些價值觀 然後你就想辦法包裝 然後符合那個價值觀 有一個形象 OK 這個你們也都應該可以看得見 例如說不能罵髒話對不對 然後看起來不可以太圖 之類的 然後你就常常捐錢做公益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你們也知道 就是你用一些很激烈的行動跟語言 來討個一些特定的 基本教育派或什麼的喜愛 所以脫序演出 然後說一些激烈的語言 把他撐到爽就把他扣給他 因為那個郁悶就解除了 有人幫我講出有想講的話 很爽這樣 然後例如說 像在那個霍布斯這樣的看法裡 就是大家是自私自利的 有一種情況就是官商勾結 然後公共建設品質低落 或是國家稅收隨便浪費 反正不是他自己的錢 這個也是我們知道 在台灣也是有這種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 有一些民意代表等等 他會去銀行裡去貸款 然後你銀行以前不肯不貸 可是貸了以後政治人物又不還 所以就會變成銀行呆帳 那銀行呆帳到時候怎麼樣 那時候是納稅人要拿錢去補貼 去把那些該帳打銷 那這個整個金融體系會有問題 這個也是我們台灣有產生過的情況 所以對霍布斯來講 這整個民主的決策過程 給定人是自私自利的 那其實是一個民主制度 是一個不好的一種決策模式 它會帶來非常多不好的後果 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我們剛剛問的那個問題 我們剛剛說了一些民主制度的好處 又講了一些民主制度的壞處 那綜合來看 你們的看法是什麼 因為他們的論證好像互相衝突 他們的理由好像互相衝突 然後跟柏拉圖跟霍布斯 尤其是霍布斯的想法 就根據霍布斯的看法 民主制度根本不會有好的後果 因為人是自私自利的嘛 那綜合是站在光明面來看 他會說我們有這個可能性 我們可以促進公民跟政治人物 往向上提升 可是簡單講 可是霍布斯認為只會向下沉沦 OK 所以一個往上提升 一個往下沉沦 那到底你們覺得情況是怎樣 那台灣的情況是向上提升還是向下沉沦 來 我覺得他這個感覺 他就是比如說版面的說法的話 他很像是說出民主的有可能發生的 就蠻有可能發生的不好的結果 但是他也未定能夠將就證明說 其他的政治制度就一定能產生相較於民主比較好的結果 比如說他提出一個缺點是 比如說他說民族政治會 大部分公民如果自私的話 可能就會導致整個社會一直向下沉 但是如果他是採取 君族統治制度或是貴族統治制度的話 那那些人如果也是自私的 那更多人的權益就更不會被照料到啦 所以他不可能就是 如果他只提出一部分的反對的話 他不一定能夠證明他就是 民主政治就是缺失於其他的政體 OK 好 很好 但是這樣子的話是不是有點改變主題啊 就是說我們現在是要看民主制度是好還是壞 那結果你的討論的方向是說 可是比君族統治民主制度要比較好啊 或是說一樣壞 就是說君主制度一樣差 OK 那所以這是比較喔 可是民主制度只能用這個方式來辯護嗎 就是說跟比君主制度好 所以就值得慶幸 值得舉行嗎 OK 這是一個可以想的看法 就是我的感覺是說 我們如果只就民主制度來看 他到底有好處還是壞處 好處加壞處加起來到底是正的值還是負的值 這是我想討論的 OK 那你那個討論也是對的 就是說到後來也許我們會發現 民主制度到底好是壞不知道 可是至少他可能比君主制度好 可能最後只能得出這個結論 這是一個可能性 可是就是說我們先回到我們想要討論的時候 民主制度到底就他本身來講 給定這些論證 你覺得他正分加負分加起來到底是正的還是負的 那個先舉手 我可以說可以問看就是 如果要以民主制度好還是壞 這個是不是正分加負分 是不是要看當地社會的情況呢 因為如果正分加負分 比如我們拿民主制度假如放在中國大陸的話 十三億人口 台灣是要一個人投一票 那十三億的票所要去算 所以算到來就整個國家垮了再說吧 就 可是放在台灣看起來好像就雖然不是很好 可是也不是很壞 比起泰國的那種亂七八糟的民主來講說 台灣已經可以說是很好了 所以是不是要看當地的情況 才能去算他的正值跟負值 OK 對 對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 就是說民主制度看起來很抽象的一種模式 那在具體的國家裡 他的實行方式可能都不一樣 而且你要看他已經實行過久了 就是說以美國來看 他剛開始實行民主的時候 跟他實行民主100年後 或是跟行使民主200年後 那情況可能不一樣 就算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時候 也可能也不一樣 所以那要怎麼樣評估民主的制度跟好壞 是不是說我們沒有辦法抽象的來談 我們只能從具體的社會或具體的國家來談 對 這是一種做法 但是這背後有沒有什麼意涵 這背後有沒有什麼意涵 就是說有沒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說有些地方不適合實行民主 OK 如果說你是從經驗的角度 就是說實際 就是說實際 具體 具體 具體時空下的社會國家來看 OK 那會不會有一些國家在某個時候 然後有些人帶來對話 都是一種可能性的 那個主要是帶來的 這個主要是帶來的 一些國家的城市 對啊 如果這地方是帶來的 那當然就是帶來的 在某個特定的社會跟國家 甚至某個時刻 某個時代來談的話 那可能就會說在A這個社會裡 在這個年代他不適合民主 因為民主制度會帶來不好的後果 可是在另外一個國家 某一個另外一個時代 實行民主制度會帶來好的後果 所以他就應該實行民主制度 剛剛我們說A國家 他就不適合 就不應該採取民主制度 OK 這是一個可能的情況 那你們覺得呢? 剛剛看這些人有點在協議 我覺得其實感覺是 至少他感覺是不會那麼壞 就是感覺有點那麼好 因為就 如果你就選這種某人就覺得比較不好的 所以就是說政治人物是消耗品 就是說不好就把他換掉 可是現在 沒有 說一句奇怪話 現在的問題就怎麼樣 現在問題就是說 就是說政治人物的這個有效期限都很短 像日本 尤其是像日本那種 他幾年換了幾個首相 就是政治就不穩定 然後沒有一個首相能夠讓人滿意 一直換 可是好像沒有用 OK 這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民主制度的好處之一 而且可能最重要的好處之一是說 這個人做不好我們可以把他換掉 可是你不能保證你換掉一個好的 而且蓋一個壞處就是說你會政治動盪 就是說那個整個政權就是不穩定 那當然他不見得是一定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說你有一個很強的一個官僚團隊 這些文官系統能力非常強 那他還是能夠某個意義上讓這個政策能夠延續 OK 然後這些最上面的這些頭 這些手掌就算是一直換 也不間隔就會影響到那個國家的運作 也不間隔 所以或許從某個角度來看應該這樣談 就是說民主制度之所以抽象的來談 沒有辦法談好壞 可能原因是因為他需要其他配套 他才有辦法真的運作 例如說民主制度要有什麼 要有自由的媒體 媒體要自由 如果你媒體沒有自由的話 你投票都是投假的嘛 因為根本就是黑箱 你根本不知道這些選舉 這些人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 他們的政績也沒有人檢驗 也沒有人報導 OK 他的為人處事 也沒有一週刊去拍一下 看看他有沒有什麼問題對不對 那可能就是 投票好像是玩假的 所以你要有自由選舉 沒有自由的媒體 另外一個說你選舉制度要公正 對不對 你不可以常常會跟一關 然後就換了一顆票箱 那種做票或是買票 這種如果非常猖獗非常嚴重 那這個民主制度當然也不好 所以你要有公正的選舉制度 另外是說你可能要有一個堅強的 有專業能力的文官體系 OK 所以你要一個考選 就是公務人員的一個考選制度 能不能夠真正選到好的人才進入政府 那這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至少大致上看起來就是說 你如果這三個做不到 你民主制度也沒有辦法鞏固 那所以或許應該怎麼說 或許有種做法是說 你任何一個國家一個社會 或許你如果不先從這三點開始做 那民主制度一定是帶來不好的後果 搞不好比原來還更糟 所以我們常常台灣喜歡講 配靠措施、配靠措施 或者說你要做一些先行的規劃 先行的處理、先行的運作 如果說你沒有這些東西 你的文官貪污嚴重 不專業 或者例如說司法不獨立或之類 然後選舉的制度很差勁 然後媒體不自由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沒有條件實施民主 有沒有可能可以這樣談 你就沒有條件實行民主 這時候你剛才不能貿然的實施民主 所以當你要實施民主的時候 應該怎麼樣 先從這三個開始建立起 這三個建立到一個地步 你才有基礎可以實行民主 這是另外一個方式來談 所以沒有一個社會跟國家天生適合民主制度 人民都是某個意義上被訓練、被教育的 那你要訓練、要教育 你要先從這三點 至少這三點開始做 然後到一個程度之後再實施民主 也許我的看法大致上比較接近這樣 各位有沒有什麼看法 所以如果說你要講橫斷面 就說好 特定時空下來、特定國家跟社會 這樣來比的話 的確可能A社會不適合民主 B社會適合民主 但是有可能我們可以怎麼談 就談就是說 民主制度的運作好就是一個目標 好你要達到這個目標 你要先做哪些準備工作 哪些事情要先推動 然後慢慢的水到渠成 民主制度就實施了 那個時候 雖然會有亂象 可是至少不會不能承受 至少不會不能承受 OK 這個我的看法是比較接近這樣 你要把它拉長時間來看 然後把民主當成目標 然後再來看我們應該具體做什麼事 來推動民主 例如說台灣我覺得主要就是這樣一個情況 台灣真正民主 我認為應該要從1996開始選總統開始 1996實際民選總統 我覺得那個才是真正的有民主 不過這是個人的評價 就是如果我們以這一點來看 1996年前我們做了哪些事 例如說你有媒體自由 對不對 開放報禁 然後你開始可以有言論自由 然後黨禁 對不對 你開始可以有反對黨的阻擋 然後台灣其實老早就有選舉制度 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可是至少我們這之前 1996年之前 我們早就選台北市長 選高雄市長 選縣市長 縣市議員 早就在選啊 對不對 里長 鄉長 鄉民 鄉政民代表 對不對 所以那個是 我記得沒錯的話 什麼時候開始選台北市長 我忘記了 可能是在這之前 可能 7、8年吧 OK 所以那個台灣有選舉制度 其實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慢慢的要整個選制 整個穩定 OK 大致上的運作良好 然後到了 你要選那種總統 大規模的選舉 基本上我們是準備得很格當的 沒有看大個問題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文官體系 我們的文官體系 因為之前就是說 某些人說鐵飯碗 所以很多好的人才會願意進去 因為他保障多 我不曉得你們的感覺是怎樣 至少我覺得 我們的公務人員品質不會太差 所以那個文官體系 雖然說 仍然是有那種一黨獨大的後果 不太中立 可是至少不會太差 那這個也是一個保證 例如說尤其台灣很像 那個政黨倫氣 2000年 換黨執政 那個對於整個文官系統 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因為你要現在要變成中立化 而不是執政黨是某一黨 永遠都是某一黨 所以要整個調整 那八年 我覺得對台灣人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情況 那個發展 所以一看文官媒體 然後選舉制度 至少這三項 可能還有其他的 穩定到一個程度 那民主制度 比較實質的民主制度 就好像慢慢就能夠建議起來 好 那我們下課休息一下 好 那我們下課休息一下 我們下課的 我們下課了 我們下課了